好 另外來看到這樣的驚險狀況 發生在南投 當時是有消防分隊隊員 開始救護車在執勤 想到行經失去的時候 突然是有機車在前方左轉 像是切西瓜一樣 直接是橫切馬路 也讓開車的隊員 洒出一身冷汗 幸好當時是及時減速 否則恐怕將會迎面撞傷 救護車將患者送往醫院途中 前方機車突然左切轉彎 救護車駕駛按喇叭急踩煞車 後方救護人員也當場被甩開 跌坐在地 驚悚瞬間嚇壞消防人員 一台機車 然後我本來以為他要靠邊停 結果他突然左切 然後我們就突然擊殺 差點就要撞到他 大概距離不到50公分 那正在上一般面罩處置的時候 剛好我在後座 所以我沒辦法注意到車況 所以前面的車廂擊殺 所以我就稍微往側滑一下這樣 也剛好在我在上陽性面罩的時候 還好沒有戳到患者 原來日前南投必新消防分隊員員 開著救護車前往草屯 要將受傷婦人送往醫院 但卻在右轉分草路路段之後 機車竟突然切西瓜左轉 救護車險些撞上 而影片曝光 也讓民眾直呼 真的太危險 太危險了 這種動作怎麼可以這樣 還是希望說各位用戶人 可以好好的注意一下車況 如果有聽到救護車的聲音 還是可以稍微翻傳一下 當時救護車跟機車 兩車距離不到五十公分 差點就撞上 幸好即使減速 最後雙方都沒事 而車上的傷患也沒有大礙 但也已經把消防員員 嚇出一身冷汗 最後一位授云人頭報道